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台式机用的是无线网卡 PCI-E接口的 芯片用的是英特尔的9260AC 这个网卡用了有一年多了 对于这个网卡 我是又爱又恨 有一些折腾的经验分享给各位 网上有很多关于9260AC这个网卡的文章 除了官方介绍的文章就是用户购买后 翻车之后再抱怨的文章或者帖子 9260AC到底怎么样呢 请看我的使用感受 篇幅有限 每集视频尽量控制在五分钟左右 其实要说的内容很多 估计得讲几集 希望对各位在选择使用WiFi网卡和路由器 这方面有所帮助 我是在2019年的1月从某宝买的 这个英特尔9260AC指的是芯片 但是这个网卡它的品牌是F开头的 网上有很多讨论的9260AC的网卡 都是这家的品牌 英特尔9260AC这款芯片 发布时间我查了一下是2017年的第四季度 我购买的时候是2019年1月 算是比较新的 驱动程序当时应该是不算完善 现在是2020年了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打磨 现在驱动应该是完善了 这个网卡的性价比很高 它支持2.4G和5G频段 还支持2x2的MIMO 这个MIMO就是MIMO 网上有很多关于它的发音 有的说叫MIMO 有的说叫MIMO 说是音音叫MIMO 美音叫MIMO 不管叫什么 大家知道是这个东西就行了 这个东西在路由器和网卡上都有标注 简单的说它的意思就是数据流 9260AC这个网卡它是2x2的MIMO 这个2x2的意思就是网卡有两根天线 它有两个数据流去连接路由器 我的路由器支持4x4的MIMO 这个4x4当然包括2x2 也就是说这个网卡它可以通过两个数据流去和路由器连接 如果网卡是4x4的MIMO 路由器也是4x4的 那么这个网卡和路由器之间就有4个数据流 相当于4个车道速度和稳定性应该更好一些 这个网卡是2x2的 它只有两个数据流 和路由器之间的数据传输只有两个车道 虽然不及4x4但是至少比没有强 这个2x2前面那个2是指的网卡 乘号后面那个2指的是路由器 这个网卡它的5GWiFi最高支持1.7Gbps的连接速度 功能丰富性能出众 这都是它的宣传语 另外它支持蓝牙5.0 关键是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PCI-E接口的9260AC当时的价格只要150元 关于9260AC这个芯片它算是细出名门 是英特尔专门为笔记本打造的一款无线网卡芯片 卖家把这个芯片做在了PCI-E的卡上 这个卡可以插在台式机的主板上 然后接上天线让台式机拥有笔记本的无线网卡 当时我为什么要选这个网卡呢 下面说一下原因 我的路由器是华硕的86U 属于千兆路由器 5G频段支持1.7Gbps 最高支持2.1Gbps 支持4x4的MEMO 台式机和路由器之间的距离是8米左右 中间还间隔了一道承重墙 我不打算铺网线 决心使用无线网卡 为什么要决定使用无线网卡呢 因为同样在这个距离 在这个位置 苹果的MacBook Pro笔记本 它的上网速度还是可以的 可以接受 除了笔记本之外 iPhone手机和华为手机的信号和连接速度也不错 我感觉如果台式机再加上一个无线网卡一定没问题 当时销量比较高的无线网卡 都是几十块钱的USB网卡 看过网上的评测和评论之后 说这种USB的无线网卡 它的速度、信号、带宽、延迟和稳定性 都不如PCI-E接口的网卡 PCI-E接口的无线网卡 才能胜任我的需求 当时我对PCI-E无线网卡的了解甚少 淘宝就那么几种产品 其中热销的新品就是Intel 9260ac 另外还有一种无线网卡 是黑苹果的网卡 四根天线 价格好像是300多 我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黑苹果的网卡 而选择了9260ac呢 当时是真的不懂 我是这么判断的 估计很多小白会和我的选择一样 第一 黑苹果的网卡比9260ac价格贵一倍 第二 黑苹果的网卡是四根天线 比9260ac多了两根 当时我没有觉得这个四根天线 比两根天线好 我感觉四根天线它可能是比较老的方案 可能是辐射大 而选择了比较新的 比较节能的9260ac 第三呢 黑苹果的网卡的5G频段 它的速度是1300Mbps 也就是1.3G 9260ac的5G频段速度是1.73Gbps 比那个1.3G要高 这个绝对是个坑 后面会详细讲 第四呢 黑苹果的网卡 它的蓝牙是4.0 9260ac的蓝牙是5.0 第五点 9260ac它可以刷杀手1550的驱动程序 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感觉很高大上 第六 9260ac它的缺点非常明显 它不支持AMD的平台 只支持Intel平台 另外它只支持Windows10 不支持老版本的Windows 我的台式机正好是Intel平台 而且用的是Windows10 64位 这个正合适 第七 黑苹果的网卡 它的芯片叫BCM94360CD 我当时真的没有太多的心思 去研究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名太长了 不好记 我只知道它的特点是黑苹果免驱 但是我又不用黑苹果 没有必要买它 而且这个芯片比较老 据说是2013年或者2014年的 很有可能是拆机芯片 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 所以当时我对这个黑苹果网卡 没有什么好感 最后再加上卖家也是推荐我用9260ac 通过以上对比 一个是又新又快又便宜 而且还支持蓝牙5.0 另一个呢 又老又慢还有贵 只有蓝牙4.0 还有可能是拆机芯片 估计绝大部分的买家都会选择9260ac 所以我怀着愉悦的心情 购买了intel9260ac这块网卡 却没想到买了之后 问题一个连着一个 让人很纠结 这一集基本上把这个网卡的优点都介绍完了 我们下集再说一下它的缺点 下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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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再见